下面分享一下他们直播带货的套路 是我的个人感受 从开始的18点到结束的22点 这期间发生了一些变化 从18点到20点 是一个聚集人气的一个阶段 这时候根本是抢不到的 但是如果你抢到了 可能就会下单购买 会觉得很惊喜 很幸运 几乎不会犹豫 现在的港版和日版价格应该是 5500到6500 国行是3899 很有竞争力 然后从20点到21点来个嘉宾 他来了以后呢 是100台100台的放量 后来是200台的放量 后来到500台的放量 但是都是套装版 这个时候走量应该也是有的 但是等嘉宾走了之后 这时候漏就出来了 4710元的双手饼套餐加麻布袋 这时候有五六百台 具体我没看数字 然后这个量很快就被抢没了 然后他就放了一个44几几的一个套餐 这个套餐也很快就没了 这就是整个过程 如果你是对价格不敏感的用户 我就想要一个PS5 你给我套餐 给我手柄 给我耳机 充电器 游戏 反正都是正版 这一大套东西 我都有了 我不用以后再购买 也比较方便 对于这个价格呢 也可以接受 因为他对价格不敏感 就图一个省心 他会在这个区间来购买 这个区间几乎是买不到的 是需要抢的 其实这个区间抢的 跟这个区间抢的 是一样的东西 一样的价格 如果你去麦当劳 你并不在乎价格 你赶时间 几乎都是原价购买 买汉堡 买套餐 但是如果你注重价格 你就会特别在意 小程序里边发优惠券 还有今天星期一吃个什么 明天星期二适合吃什么 因为每天 他的促销方案是不一样的 那这部分用户 就相当于这部分用户 对价格敏感 他可以等 他可以去逐那个五六分钟 去狙击 也可以买到他想要的东西 如果你真是想买一个PS5的话 已经下了决定 因为这毕竟不是一个小的东西 大概四五千块钱的东西 你就不会太在意 多花那么一千多块钱来个套装 如果你没有下好决心 没有做好决定 即便是有一个3899的单机 放在你面前 你也会忧郁 如果只给你五六分钟 让你购买的话 你会不会忧郁 你会忧郁 是不是现在量足了 就当我买到了 我不玩 我把它卖出去 是不是也很难卖 如果是这种心理的话 那就不要买 因为你没有下定决心要买它 如果你决定好了 现在是能够买得到的 就算是从黄牛买 加个四五百块钱 也是能买到的 四五千块钱都花了 还在乎这四五百块钱吗 这是第一个在结尾要分享的 第二个要分享的就是 这个东西 四五千块钱 到底该不该买 如果你把它定位成一个玩具 那就是可买可不买 但是如果你真是特别喜欢 我估计去年你就该买了 甚至刚首发的时候 加个几千块钱也是会买的 但是如果你把它做成一个 可以赚钱的工具 或者是一个有价值的工具 它能给你提供快乐 或者给你提供一些什么 其他的东西 而并不是说你只看到 它花了你的钱 你有这个四五千块钱你可以去做别的 那就不要买 如果你花了这四五千块钱 你可以用它来玩游戏 获得快乐 朋友聚会什么的 可以得到更多的快乐 你认为这个值是可以买的 另外你可以体会到新游戏 新画面 新的4K HDR 你认为这些重要 是值得花这四五千块钱的 那你就买 因为我买了PS5之后 我会把我的PS4 Sleem卖掉 估计也能卖个一千出头的样子 我那是一个最新版本 他们说如果是9.0的版本 可能还会卖的更贵 可能会卖一千五 我估计我那个一千出头应该是好卖的 才花了三千多块钱 另外我还会用这个PS5 做一些视频 做一些经验分享什么的 它也会有流量 也会有收益 所以说这个钱是能回来的 现在我花这个钱买PS5 也是我从头条号上的一些收益来买的 所以说这个东西呢 对我来说 它也算是半个赚钱的工具 半个玩游戏的工具 因为说实话 这个PS4买了四年了 我几乎没玩几个游戏 通关的游戏也就是各位说 但是我又是个画面党 所以说我还是来个PS5更好一些 行了 今天说的很多了 等以后再和大家分享 欢迎关注 以后会说很多 关于PS5和PS4之间的一些事吧 因为我也要用 我这边还特别喜欢分享 也喜欢鼓刀 我就会把我鼓刀的这些经验 或者问题的解决方案 做成视频和大家分享 好了 这个视频就到这 希望对你有帮助 我是Ochaya 我们下次见 从20点到22点 这就有意思了 开始是18点到20点 好像是在21点的时候 这个嘉宾就走了 等他走了之后 这两个套餐是有的 量还很足 应该是有1000台 各有500台的库存 甚至更高 但是很难消化下去 等嘉宾走了以后 又出了一个新套餐 这个套餐很有意思 就是在21点30分左右的时候 出了一个4710 它本来是4810 它会发一个100元的优惠券 实际到手是4710 这个是包含什么呢 一个PS5 加上一个手柄 再加上一个麻布仔 单毛型 一个游戏PS5 好 我们算一下 3899 加上550 这俩是4500 那这4100 那这是200多块钱 其实这个套餐也是挺好的 我也买了 下订单了 但是我并没有付款 我先留着 它是30分钟之内付款 这个产品买的就多了 大概过了10分钟 或者15分钟 这个套餐就没了 被消化掉了 21点45分的时候 直播快结束了 在当时我并不知道 是22点结束 但是我感觉 后面还有可能会有单机版 因为它在选套餐的时候 它是这么选的 这是3899的套餐 这项从来就没有红过 一直都不让选 然后下面这两个是 双手柄套餐 或者加油戏的 或者是其他颜色手柄的 只能选这两个 单手柄的光曲版 压根就没出现过 在弹幕里边 经常有人说 什么单机版 单手柄什么的 虽然问的人很多 但是主播从来 没有正面回答过 据说 在21点45分的时候 好东西来 PS5 光曲版 再加手柄 这手柄呢 有红 也有蓝 我买到的这个 这个版本没出多久 就被顶到了一个top 或者是一个hot 我赶快下订单 这个订单我并没有删除 我也下了这个订单 因为有半小时的 油预期可以付款 那这个对于我来说 会比这个更好一些 那这个价格呢 那就是一个3899 加上一个500多少钱 这就是我正想要的 而且还是一个新颜色的手柄 很适合我 这个套餐出现以后 也很快就没了 大概持续了5到10分钟 我把这个套餐下了订单 并且成功支付 这个时候距离22点结束 还有几分钟 我看弹幕 很多人都在说这个单手柄 套餐上架 最后并没有上架 这个套餐已经很实惠了 没有必要特别的追求极致 这个3899确实很难 但是也不排除可能会有 我也一直在观望 最后并没有观望到 然后到22点的时候 直播就结束了 然后这些套餐 就算没有卖完的套餐 也全部下架 都不让卖了 因为我看到那些大套餐 还是有库存的 我不知道以后 会不会还有这种直播 如果有的话 如果你看到了我这个视频 也可以方便你从直播里购买PS5 这些小2 是什么